穷游中国之合肥 今天一起逛一下李鸿章古居 这里是李鸿章家族住宅 当时规模宏大 人称李府半片街 现在只剩下其中一小部分了 属于晚清江淮地区风格 里面是免费参观的 只需要扫码预约一下 首先第一间是门厅 进来之后到了前厅 这里是李鸿章会客和处理公务的地方 里面是李鸿章的生平站 晚清重臣李鸿章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 自幼聪慧 六岁就上学了 1840年中秀才 1843年在卢州府学 被选为幽工 1847年中静时 入汉陵院 后因镇压太平田国 与免军有功 受命组建淮军 应战功升至直立总督 北洋通商大臣 文华殿大学士 伊等苏义博 与曾国藩张之洞 左宗棠 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 同时李鸿章还是洋务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积极上见了许多洋务机构 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 但是在外交方面 虽然在谈判过程中拘泥力争 但是还是签下了 马关条约 辛丑条约 这些不平等条约 所以后人评价李鸿章 是褒贬不一的 这与整个朝廷有很大的关系 仅凭一人也无力回天 李鸿章创建的众多近代第一 对后事有着很大的影响 比如第一支完全装备洋枪的部队 陈学企的开子营 第一支独立的洋炮部队 张玉春的春自营洋炮队 第一家大型军工企业 江南制造局 第一个艺术机构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第一次防制后堂枪 江南制造局 宁明敦后堂枪 第一次官费派遣留学生 刘美幼童 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 轮船招商局 第一个近代平等条约 中密条约 第一家电报局 天津电报总局 第一条自建铁路 唐须铁路 第一面近代中国国企 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 天津五倍学堂 第一支近代远洋海军 北洋海军 第一部海军军制 北洋海军章程 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厂 上海机器制补局 第一个海军基地 女顺港 还有许多不是第一的企业 功劳还是很大的 再往里走到了中厅 福寿堂 这是福底的核心部分 再往里最后一间 走马转型楼 又叫小姐楼 是你家女眷居住的地方 现在里面是一个展馆 叫做李鸿章与赵商局 由于外国的航运势力 对中国传统的航运 打击很大 并形成了垄断 李鸿章提出 创立华商轮船公司 得到清政府的批准 1872年 在上海成立了轮船招商局 这是清朝首家 关都商办企业 也是中国近代 第一家民用航运公司 在李鸿章的主持下 迅速构置轮船 组建了中国第一支 近代商船队 自1873年起 招商局以上海为中心 陆续开辟了近海航线 长江航线 日本 东南亚 英国 美国等远洋航线 打破了帝国主义 对中国航权的垄断 奠定了中国近代航运业的基础 辛亥革命爆发后 招商局托尼政府 进入到完全商办时期 1932年 被南京国民政府 收归国有 业务蒸蒸日上 在抗战期间 承担了战时运输任务 如今的招商局 已经是跨越金融 交通 地产 三大核心产业的企业集团 成为了全球范围内 最具影响力的企业之一 最后面是一个漂亮的小花园 别急着走啊 侧面还有一个战厅 我爱卢州 卢州是合肥古代的名字 这个展厅的主题是 怀军与近代国防 清朝的国防力量 一直是巴西和鹿营 处于一个腐朽 固化停滞的状态 在镇压太平军 碾军中不堪一击 清政府只能借助外部力量 提防团练 应运而生 李鸿章在卢州地区办团练 并借助乡军的经验 组建了怀军 伴随着洋务运动 发展壮大 成为了晚清 继乡军之后 崛起的重要武装力量 是清代军事体制 从传统向近代转化的 重要组织形式 随着太平天国和联军 被镇压 大量的怀军被保留下来 取代了清朝 传统的八旗鹿营等国防军 李鸿章及怀系成员 担任要职 并大力提升军事装备 使得怀军超过了其他的团练 成为了当时国防的主力 在洋务运动中 李鸿章优先保证 怀军的装备升级更新 创办了众多军事工业 以满足国防建设和战争的需要 为了解决能源 燃料 交通等问题 还开办了铁路 矿物和电报等 为中国近代国防工业 打下了基础 伴随着国防工业的兴起 迫切地需要一批军事人才 怀系集团成员 创办了一批新式军事院校 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技与人才 李鸿章还派遣留学生 到外国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 培养了一大批新式人才 投入国防建设 怀军作为清朝国防主力 在历次对外交涉和反侵略战争中 积极备战 直接参与一线战斗 抗击法国日本 以及八国年军的侵略 牺牲十分巨大 谱写了一续曲 被装的爱国之歌 李鸿章的家挂完了 合肥还是一个大人物的家 就是包青天包枕 军事这里很近 我们走过去 肯定娱 自己为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